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各地级以上市有关部门推荐基础上 临选了20个民宿发展较为规范农旅结合 及联农带农机制较为健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较为扎实的镇 乡 街 作为省乡村民宿示范镇 其中 斗门区联州镇成功入选 成为珠海市唯一入选的镇 据了解 近年来 联州镇抓住新形势下的新机遇 着力在绿水青山中挖掘青山银山 积极推动民宿产业培训 通过引进工商资本 唤醒农村农民税资源 倡导大众创业 促进农民增收新源泉 打造精品民宿 延伸乡旅游服务链 结合民宿加农业 拉动乡村振兴 新引擎等方式 天天惦记 沙湾小院等民宿应运而生 民宿项目在联州镇呈现出遍地开花之时 目前 联州镇有天天惦记 平民小镇 沙湾小院 十里莲江河宴 岭南大地顺水居 连里相设 共6家民宿 147间客房和264张床位 数据显示 2021年五一国庆期间 天天惦记沙湾小院等民宿平均入住率超过90% 接下来 该镇的花泉与水乡民宿 塔山村值有一间体验式民宿等 一批新的乡村民宿正加紧规划筹建 民宿经济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有效带动了联州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村民人均收入逐年底增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继续增长的建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